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戲每個角色都可以 你可以在現實生活 就是現在的時間 現在的年代去 那個方向去思考 他們都有他的現代感 我是一個比較單純的角色 我是二人 在戲裡面我是最相信愛情 親情跟友情的人 這個世界可能有很多 但是因為有很多很多一些客觀的因素會 會有一點點改變 所以其實我們的夢想都是希望這個世界 所有的人都像奧普這種人 讓我們這個世界就會越來越快樂 那這個就是我的角色 可能是一個悲劇一點點的人 而且是比較糊塗 糊塗的一個人 在電影裡扮演連生界的角色 然後一開始是二哥 二哥 二虎的太太 後來就又愛上女兒大哥 龐清雲 是一個導演老說 是一個有點現代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的一個 藝人吧 連結他可能這樣的戲拍的比較少 而且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很怕他太太 所以 然後變成我也很怕 所以 就會 你是怕我的 對 對 就是 所以很矛盾 然後又 本身戲裡面也是很矛盾的 所以只好我稍微主動一點 這個沒辦法 其實我以前我已經跟他合作過了 那我覺得是 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孩 在這個戲裡面也是 他是演一個小孩 因為他真的很出一次 因為每一次我 他 其實這戲也不是 他常常會回 台灣啊 或者是日本 每一次回來他都 都會帶一些小禮物 就覺得我們兩個人 真的像一個大哥的禮物 那我很喜歡 你連結我就 我就很佩服 我真的佩服 我佩服他是 不管他心情怎麼樣 他都可以很快很快 調整過來 他調整過來就是 比如說他有一個鏡頭 他不喜歡 但是他可以換個頭 也不去爭 也不去說 然後三分鐘之後 他就用一個非常樂意去演那個 我覺得他真的非常厲害 所以我覺得他 幸福也應該是他其中一個 讓他心情上面 一個調整的一個 一個很好的方向 所以他們兩個 我希望就是 下一次再有電影 也希望跟他們一起演 因為他們的威喜 真的是在我想像以外 我覺得連結跟金城武的演出 也會在大家意料之外 然後還有我老婆 我老婆 我覺得平常 我兩個人真的很像 很像夫妻 我覺得 我們兩個人都會 對電影都很愛 很喜歡電影 但是老婆大家都有覺得自己的那種方向 就好像這個戲 就是我們是一個必備夫妻 但是在生活上面 其實他的要求 他對愛的要求 我以為愛的是什麼 都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有我旁邊這個人 一定要看的 另外還有非常好看的 在中的場面 很震撼 我自己看的都覺得很震撼 因為那些場面的時候 我不在 我都是文系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就是在導演家 那麼小的電視上看 我就覺得很震撼 可以想像當大禮拜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是覺得其實我們這個戲 女孩子也可以 找到你們喜歡的地方 因為真的 我覺得透過這部電影 你可以用一個女性的角度 看到有三個 有三個對世界有不同的感覺的 男人的心態 一個是很個人英雄的 就是金城虎 他希望變成英雄 然後有一個是為家 是我 二是為家 為親人 然後一個是為我 就是 你連結的那個角色 所以三個人是對世界 都有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真的很清楚的 看到三個人 在這一種不同的角度底下 他們的心態 如果女人需要研究男生的話 這部戲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作品 謝謝